每逢佳节来临 往返东西马的机票价格都会飙涨 导致许多大专生无法回乡过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交通部今天烧来了好消息 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 内阁已经同意 政府将为政府大学的大专生 提供300令吉的电子机票礼券 以减轻大专生的经济负担 涉及的款项多达1680万令吉 预计将会有超过56000名大专生受贿 这项电子机票礼券 只适用于出生在东马沙巴 12月和纳敏 目前正在西马或另一个州属 或直辖区求学的大专生 或者是出生在西马 目前在东马求学的大专生 符合资格的大专生 可以从8月15号开始 到本地5家航空公司提出申请 分别是马航 亚航 巴迪航空 飞银航空和MyA-Line 而这个300令吉的津贴礼券 必须在10月31号前使用 无法称计数了 既色を加入 被植控ペ银航空 二十二百ожал子 总之后 总之后 也有什么 主 denk 尽区 尾